追逐梦想 城市同行 大家好 我是月月 欢迎来到今天的城市卫视新闻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日前 长期关心社区的华新保险 携手洛杉矶警察局 货柜盗窃项目组与国税局 及知名商业保险公司 在安博空间举办货柜盗窃讲座 为企业雇主说明目前货柜盗窃现况与防范 吸引超过百位企业雇主 华人朋友关注并前来参加 令长期关心社区的柔四密商会执行长 阮瑞怡 盛盖博股经合组织经济发展经理 魏安妮等人也出席活动 表示支持 随着质安恶化 货柜和拖车盗窃已成为家常便饭 根据数据分析公司CargoNet统计 2023年全美货柜盗窃案上升57% 失卸货物超过1.3亿美元 由于货物被盗后 并非强制性报案 因此推估实际损失金额可能更高 洛杉矶警察局货柜盗窃项目组警探 拉斐尔班克斯表示 南加州货柜盗窃属全美最严重 有在场货运仓储业者就表示 自己就是苦主 甚至一个月内货柜被盗取四次以上 还有人说就算请了保全 也没改善情况 光天化日下货柜也被偷 根据货物风险管理公司预测 2024年货柜盗窃案将再增加35% 它的货在火车上面运输的时候 很可能要锁被别人剪开了以后 可是因为它冷冻柜里面是食品 所以它整个柜子就不能出口了 那整个柜子几十万的柜子 被别人偷了两三箱 结果整个柜子不能用 种种这种事情一再的发生 那要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客户 以及让我们整个社区 我相信没有几个公司能够承受一次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的这样的损失 所以我们特别开了这样子的森林 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 这个一个月以前发生的事情 是我们的一个客人 他真的是就是被假提单 把他的货提走了以后 那可是因为他们公司的运输 他们知道说这个货车来提东西的时候 应该要收集什么样的资料 他们把这个驾驶的以风培训 什么东西都已经拿得非常的全 这样子的话当他们的货不见的时候 他们找到driver 知道driver把货送到哪里去了 然后经过警察局的帮忙 这样一路路路把整个货全部追回来 让他们损失降到最低 所以种种这种事情的话 我们想说我们需要让社区知道 所以今天特别办了这样的身份 目前货柜盗窃情况包括 货柜被有心人提到他处 务处钓鱼网站填写提货报价单 取货人假冒身份取货等 洛杉矶警察局货柜盗窃项目组 警探拉斐尔班克斯也在场分享防范技巧 例如可以在货柜车里装设GPS定位 但最好是把GPS定位藏在车内的大型集货箱里 而并非只是粘在货车底下货车身 这样一来 即便窃贼知晓可能有GPS定位追踪器在车上 也难以立即找到清除 这是目前看过追回货物最好的方法 警探也提醒业者 务必要加以审查提货人的身份ID 一旦发现货柜被偷盗 还是要先打911报警电话 后续将会转由货柜盗窃项目组调查 除了警探现身说法 国税局外展部洛杉矶地区资深联络官郭珊珊也告诉现场民众 一旦发生货柜失窃 天灾或意外时 可以从税表上做抵免 细节可进一步咨询会计师 值得一提的是 若财产损失已经透过保险获得赔偿 则将无法在税表上做抵扣 另外商业保险公司Travelers也出席讲解如何透过保险 为货物增加保障 若县保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华兴保险总裁张国新呼吁 防范于未然才能降低巨大损失 因为一旦货物损失金额过高 在目前保险一单难求的大环境下 恐怕面临断保危机 华兴保险数月前才刚举办劳工法与税务讲座 造福加州华人企业雇主 近期又因货柜盗窃案层出不穷 为社区与华企的共融发展 华兴保险则立即整合民众与社区需求 举办货柜盗窃讲座 期盼提供有利信息 让华人社区与华企都能安居乐业 稳步前行